少吃多有味 少吃多有味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你提多了 你吃那个味道 你少了 劝劝劝劝劝 哦 明白了 您这个经验高 我明白了 您说这一点小菜 就这么一点有味道 对 是吧 你要给你那一大盘 没味道了 你吃这一点也不够吃 你还有牵挂 你还这个心里有响头 越少越小越精致 越有留恋 越馋越想吃 您这个经验高 经验高 喝了啤酒 你刚才不是喝了药酒 喝了白酒 喝了药酒 早上喝一杯药酒 再喝一杯一瓶啤酒 一罐啤酒 再吃碗这是什么 这是 豆丝 吃一碗豆丝 你每天早上都这么吃吗 每天早上都是 这是 这点是什么 这是扁担 扁担 什么是扁担呢 他们一个名字叫扁担 扁担 牛扁担 今天又学了个名词啊 牛扁担 哈哈哈 哈哈哈 三点 我这个扁担多少钱呢 扁担多少钱 便宜的很 便宜的很 多少钱这点 这一盘是十块钱 十块钱 一盘牛扁的十块钱 小酒天天有 小酒天天有 后半女还有没了 后半女是啥 这就是 人家幸福的 人民幸福 小康 这是小康 小酒天天有 小康生活 您这早上这餐花多少钱呢 这花钱也说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 非常美啊 早上这样吃一顿非常舒服 大家好 我是大蕾 我现在是在武汉啊 咱现在去吃一架武汉 比较有名的一个牛杂面 牛腰面 牛杂面 全家族 还挺全的呀 牛板筋十块钱 牛肚十块钱一点 牛肚五块钱一点 这是什么鞋子啊 鸭鞋 鸭鞋 一个人一个人一碗面一碗面一杯酒 老板我要一点这个牛板筋 要一点这个卤牛肚 再要这个散板酒一杯 再要一碗面 总多少钱 板筋牛肚 板筋牛肚 嗯对 嗯对 白酒 嗯对 要面 面是昏的是素的 面要昏的 牛肉就拿牛杂 牛杂牛杂 牛杂面是吧 嗯 好嘞 这是一点板筋 十块钱 一点 这是什么 这是牛肚 这是五块钱一份的牛肚啊 一碗牛杂面 十八元 看起来不错啊 很有食欲啊 这是五块钱一杯的三酒 小点的板筋 这卤味儿挺可口啊 非常适合喝酒 牛肚 这就是喝酒的小菜啊 大早上 这样吃非常的美啊 就是有点奢侈啊 今天主要是想尝尝这个 小土菜 很有特色 他用点小点装的是牛杂 要是我平时吃的话 一个人就吃一碗面就行了 他们这儿的这个面条呢 怎么说呢 我觉得 咱有啥块来啊 我觉得 我看着牛达面 没有香药牛达面 多少 我觉得他就是用那种 这个 生面条煮的 或者干面条煮的 而且他这个面条煮的 不是说 特别熟 都是有点那种 非常硬的 有点吃不习惯 面多面少 事先说好 老板说 可以分预热 半两三斤 这点小料 甜蜜能